没有错 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在隧道口的地方有不少落石 那么这个路面看起来是蛮危险的 而这里的地点呢 就是台北市内湖区的康乐隧道 因为今天晚间的雨势是相当庞大 而且这一下就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所以导致周边是有不少的土石滑落 而当这个景潮街或民众报案前往现场查看的时候呢 发现土石滑落的面积大约有15平方公尺 不过幸好是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 那么整个滑落的范围也暂时没有扩大趋势 因此警方也立刻是在四周来围起封锁线 暂时封闭康户路从东到西方向的其中一侧隧道 那么根据了解 清协队目前也是冒着大雨 正在加速清理现场 还有新工处也前往协助整个路面的清理作业 因为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业已经下达指令 到在明天5号也就是周一上班之前 完成全部的清理工作 避免影响到交通 也提醒观众朋友 雨天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 也要是为您掌握到经理状况 再把时间再回加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载TV 中文字幕 李宗盛